与部分分论坛的讨论之后表示 来到北京时天是冷的但是心是暖的 本届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是在过去的两岸新贸文化论坛基础上 扩大转型而来 论坛由大陆方面和台湾方面 各十个民间团体共同主办 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青年五个小组进行讨论 之后拍代表向论坛汇报了讨论成果 正在大陆访问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参与了论坛青年组和经济组的讨论 一共五个组 实在我每个组都想去听听看 但是一个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选择了青年组 青年当然很重要了 这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青年的未来 另外在经济组 当然经济组很重要了 知道这个大陆 一带一路啊 实在有计划啦 还有这个自贸区啦 另外有马投行的金融政策的资源啦 就希望两岸不够互相盛举 一起来参与 来的时候天冷的 心暖的 现热 最新的热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成功举办 在岛内引起热议 有分析认为此次论坛 让人看到了两岸民间交流 依然热络 这将给居股承认九二共识的 民进党当群带来压力 有台湾学者表示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吸引了来自两岸的 社会割结代表性人士 仅300人参与 而且讨论的都是 两岸关系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这表明台湾民间 已经对蔡英文当局的 消极两岸政策彻底失望 未来将主要依靠民间交流 增强大陆互动 这其实让执政的民运党 感到非常紧张 大陆在官方步伐的从事 它可以在民间 先去进行处于高层的平台 那么通过这个民运的高层平台 对台湾做适度的善意释放 而这个善意的释放 还会做区别的对待 也就是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团体 你可以获得善意的对待 那么不接受九二共识团体 恐怕在两岸关系互动过程中 就不可能得到大陆善意 新党新媒体组召集人苏龙表示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的举办 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明确 和平发展是两岸主任意 任何与这个趋势相违背的 政党和个人都不会被两岸接受 新党未来也会采取更多奇迹动作 助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举例来想象 从多元到民间接触 我们其实都一直很努力地 在着重于这两块的部分 新党在2012年开始就有做 我们的一个文实体验仪 那文实体验仪 其实我们需要的女人 就是比较年轻 都是我们青年人去交流 那再来的话 其实像父女我们也 新党也有父女委员会去做这一块 正如学者所说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的召开 显示了现在两岸真正的组织民意 一项总以维持现状为借口的蔡英文 展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现状 如果未来民进党当局 不能在两岸关系上 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 只能在两岸交流中彻底出局 央视记者 台北报道 我们再来看争议